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再次聆听圣经加油站 愿主的光 愿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四世纪十四章一到九节 参孙下到亭娜 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式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禀告她父母说 我在亭娜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式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她父母说 在你弟兄的女儿中 或在本国的民中 岂没有一个女子 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离的 非利式人中娶妻呢 参孙对她父亲说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因我喜悦她 她的父母却不知道 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她找机会攻击非利式人 那时非利式人挟制以色列人 参孙跟她父母下廷拿去 到了廷拿的葡萄园 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她吼叫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她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了 如同撕裂三羊羔一样 她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亲 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 就喜悦她 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 转向道旁要看死尸 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 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 到了父母那里给她父母 他们也吃了 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狮子内取出来的 从这段经文呢 我们可以看出 参孙虽然从小是拿希尔人 却喜欢外邦女子 就等同于是放纵肉体的情欲 且打死狮子 还吃在死狮子中的蜂蜜 很多事都私底下做 而且是背着父母亲 这些都是她的身份不允许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经文当中提到的 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是上帝使用参孙的这些行为 一步步来策划攻击费利士人的机会 我就想到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 很多的时候 很多个性在大人看来是非常的搞怪 不听话 悖逆 我们甚至会一直管教这些小孩 甚至到最后还会很讨厌这些孩子 但是天父的创造是没有失误的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身为父母的我们 要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成全孩子呢 是我们要跟上帝祷告的 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有什么要守的诫命呢 就是要寻求得着神的心意 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 有哪些要避免的罪呢 拦阻了上帝要成就的美好事情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孩子有很多的想法 做法会冲击我们的思维 甚至我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是错误的 但人需要我们身为人父人母的 不要放弃 继续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也让我们可以得着引导孩子的智慧 那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上帝可以使用一个人 看为背逆 不守法 放纵情欲 但是他可以成为众人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眼光 来接纳每一个不同特质的孩子 我们宣告天父的创造没有失误 透过为孩子们祷告 宣告天父要成就奇妙的事 在我们的下一代 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